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西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提交了I-485等申请以后 没有收到收据或者回音怎么办 我们知道前一段旅卡排期前进 有很多人能够交I-485,这当然是好事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客户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因为交申请的人比较多 申请提交以后 有的人可能过了好几个星期 甚至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收到收据 有的人移民局charge了支票 有的人一直支票没有charge,比较着急 我们成功的帮助一些客户解决了这种问题 下面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下 如果你提交了申请,尤其是I-485 当然也包括I-140,I-539等等以后 这些申请有一些是不能够用PP的 I-485不行 I-140里面NIW等等的一些也不能用PP I-539也不行 你交了以后,像前面说到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移民局把你的支票开始了 那一般来说不用担心 你只要等着过一段时间总会收到收据的 但是个别情况下,如果你没有收到收据 怎么办呢?可以和移民局联系 我们有一些申请人,我们知道喜欢用网上的这个挨码 这个chat 但是这个有时候要等的时间比较长 当然有的申请人可能因为担心自己口语不够好 所以不愿意给移民局打电话 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经验呢 现在的移民局打电话还是比较容易就能够reach到live representative 我们为很多客户成功的这样通过电话解决了问题 那对于我们的客户或者其他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呢 我们可以这样,就是说我先给申请人打电话 接通以后再给移民局打电话 然后merge the call,三方通话,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有申请号码 一般来说都比较容易解决问题 提交service request 那么如果你没有申请号码,怎么办呢? 有的人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的申请一直没有钱被移民局charge 前面的说的是如果支票已经被移民局charge了 但是我要怎么样问出这个号码来这个事情 说那我提供姓名啊等等基本信息 你即使手里没有申请号码 也可以从移民局那里问出状态 包括你的case number是这样的 这里补充澄清一下 那么如果你的钱charge了就可以这样 如果你的申请费还没有charge 那当然有的人更担心,怎么办呢? 首先当然也可以询问移民局的representative 但是另外呢,在此以前可以考虑呢 给USCIS的lockbox发email 然后我们也有客户呢 成功的通过这种办法 包括我们帮助客户发email解决了问题 那给lockbox发了email以后呢 有的客户填过G1145表呢 就收到了短信或者呢收到了receipt的信息 简单来说总结一下 那如果你的申请提交以后呢 费已经被移民局charge了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只要等的就是了 如果你着急想要知道case number 或者说移民局寄给你的材料miss掉了 这个很重要 有若干的申请人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miss了移民局的信件 没有能及时回复RFE 或者没有去打指纹 造成申请被拒 非常可惜 当然还可以挽回 但是很麻烦 增加了时间 费时费力 对吧 所以要经常注意的check case status 如果没有case number怎么办呢 可以打电话给移民局问出来 那如果你的fee还没有被移民局charge 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以考虑先给USIS lockbox发email 如果你的申请是寄到这个lockbox 那重复一下呢 这样的主要是对于i485 但是对于i539等等其他一些申请呢 也适用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如果你的申请提交以后 好长时间没有消息 应该怎么办 以及怎样来track case status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